2003年12月6日 一架从布鲁塞尔飞往牛津大学附近的 基德林顿机场的小型飞机 在即将降落时不幸俱毁 机上三名人员全部丧身 很快死者的身份得到确认 除了飞行员外 还有一对夫妻 而这对夫妻 正是法国零售巨头加勒福的大股东 哈雷家族的掌门人 保罗·路易斯·哈雷和他的棋子 这场意外成为了 加勒福这家零售巨头的命运转折点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逛超市的馆长 作为哈雷家族的画石人 保罗高居法国富豪榜第四名 在欧洲零售业举足轻重 1999年正是在他的主导下 加勒福收购了哈雷家族旗下的 零售企业胡美德斯 从而成为了仅次于沃尔玛的 全球第二大 欧洲第一大的零售帝国 而通过这场换股并购 哈雷家族成为了加勒福的最大股东 并且享有双倍投票权 正在这家企业蜂蜂 准备进一步扩张之时 空难发生了 保罗夫妇的离世 让哈雷家族陷入了一场内斗 他的弟弟 妹妹和儿子各成一派 四分五裂 争夺权力 更可怕的是 这三派中 没有任何一派的成员 展现出家族领袖的才能 更没有任何一派的成员 有操盘零售公司的能力 在这场内斗中 加勒福连续两位在零售业 有着深厚经验的CEO被换掉 而最终换上的CEO 几乎没有零售经验 股价能够上涨 财富可以增值 但这样的公司往往是脆弱的 就在此时野蛮人来敲门了 2007年3月6日下午 保罗·路易斯·哈雷的弟弟 加勒福集团监委会主席 罗伯特·哈雷 正在巴黎的寓所里 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来自一家 名为蓝色资本的投资机构 蓝色资本告知罗伯特·哈雷 我们在市场上扫货 已经收购了加勒福9.1%的股份 我们现在是第二大股东 特地来和你们这个第一大股东 打打招呼 蓝色资本咄咄逼人的气质 罗伯特·哈雷直接被吓到了 据说挂了电话以后 他就从椅子上跌了下来 蓝色资本是什么来头 它的背后是鼎鼎有名的阿尔诺集团 也就是全球最大奢侈品公司 LVMH掌门人 贝尔纳·阿尔诺的公司 这位阿尔诺在奢侈品界 堪称野蛮人中的萨维奇 靠着强势的资本运作能力 将LV的创始家族赶出了公司 成为了LV的掌门人 在他治下 LVMH收购了包括 G凡西、Louis、Celine、Fendi 斯福兰、Kenzo等一众时尚大牌 同样让他们的创始人光荣退休 而蓝色资本是他联合 美国四目基金科罗尼资本创建的 他们手持加勒夫9.1%的股份 再加上与持有加勒夫0.7%股权的 Axon Capital合作 虽然只是第二大股东 但非常强势 带有反客为主的意思 而持有13.52%的股份 已经没有了足够强势且专业的代言人 总零售的CEO都被他们干掉了 一盘散沙的哈雷家族 此时只能对阿尔诺和他的蓝色资本 言听计从 2008年 哈雷家族出售了10%的股份 投票权也随之下降 到了4月 蓝色资本终于成为了加勒夫的主宰者 但是和哈雷家族一样 阿尔诺眼里的加勒夫 同样只是一个简单的投资标的 一直会下金蛋的鸡 他最看重的是加勒夫当时价值 200亿欧元的不动产 对阿尔诺来说 做零售哪有炒地皮来钱快啊 这么多地产资源 可以拿来变现抵押和租赁 不比苦哈哈的卖货舒服吗 果然 就在哈雷家族放弃加勒夫主导权后 阿尔诺立刻表示 未来加勒夫将把房地产业 作为公司新的关注目标和业务项目 当市场条件成熟时 可能分离房地产业务部门 将其公开上市 只是他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 因为就在这一年 金融危机爆发了 此后加勒夫不断在全球观点 不断传出退出某国市场的新闻 直到2019年 加勒夫中国将80%的股份 以48亿人民币卖给了苏宁 可以说一场空难 让加勒夫失去了掌门人 从此沦为财务投资人 追求短期利益的资产 而非一家有梦想 有专业精神的零售企业 而这也影响到了 他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加勒夫和中国市场的联系 还要追溯到90年代 但是中国连锁超市行业 刚刚完成起步的年代 1995年 麦德龙与上海井江集团合作 正式进入中国 1996年 沃尔玛来到深圳 开设了中国市场的 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 和山姆会员商店 同年 台湾人迎眼凉创立了大润发 并且在第二年开出了 在大陆的第一家大润发门店 而后来和大润发合并的欧上超市 则是在三年之后才来到中国 此外 永惠新一家 加加月本土品牌 也成立于90年代中后期 而加勒夫在其中 是最重要 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品牌 它是第一家 将大卖场这个业态 引入中国的外企 屏幕前的同学们 之前都会在哪家大超市购物呢 欢迎在弹幕上分享 1995年的圣诞节 加勒夫在北京三环边上 国展中心附近 开出了中国第一家大型超市 加勒夫创意家电 在那个大部分中国居民 还只见过小卖部 批发市场 和百货商店的年代里 在一家拥有 上万种商品的巨大超市里 推着购物车随意选购 货品不仅丰富 这种购物方式 被称为一站式购物 加勒夫自然成为 一站式购物的开创者 后来崛起到华联 莲华以及物美 无一不从加勒夫的这家店 取经学习 这个开创者的身份 让加勒夫入华之初顺风顺水 享受到了如同现在 网红店一样的待遇 开业之初的加勒夫 几乎被顾客踏破门槛 每天货架都会被顾客一扫而空 每天的营业额 都能高达数百万元 而且是1995年的数百万元 此后 加勒夫连续进军上海和深圳 无往而不利 但在加勒夫入华后 那么多超市品牌 纷纷涌入中国市场 光靠一个开创者的名头 显然是不足以让加勒夫 在长达十余年里 稳坐中国零售王者宝座的 真正让加勒夫与众不同的 是他的三条核心战略 第一条战略是扁平管理 店长主导 店长责任制 是加勒夫管理制度的核心 一家门店几乎完全由店长决策 从选址到采购 从定价到陈列 从商场运营到供应商关系 一切事物都由身处一线的 店长来决策 为了给店长更大的权限 加勒夫的管理非常扁平 整套组织架构只有CEO 区长 店长三层 而店长甚至可以直接与CEO沟通 所以店长的能力 决定了一家门店的上限 而门店的收益 又和店长的收入挂钩 在加勒夫最高光的时候 也就是2008年之前 他的店长月收入 可以达到三四万元 注意 那可是00年代的三四万元 第二条战略是前台利润为辅 后台利润为主 在超市管理中 利润一般会分为 前台利润和后台利润 前台利润指的是 商品销售产生的价格差 也就是超市作为中间商 从消费者身上赚的差价 而后台利润指的是 超市作为强势渠道 从供应商手上收取的渠道费 在超市最为强势的时代 品牌想要把产品 送到大型超市的货架上 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供应商往往要 给超市交易比进场费 也叫做通道费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超市的货架 当成出租房 那么不管你的货 卖不卖得出去 这笔房租你都是要交的 除此之外 品牌要给超市缴纳的科捐杂税 还包括调码费 新店开业费 合同费 节日赞助费 促销费等一系列费用 你以为超市动不动就促销 优惠 大减价 大投兵 这些钱都是超市自己出的 天真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些钱都是品牌交的 而品牌的钱 最终还是要从消费者身上赚回来的 超市行业是个门槛不高的行业 竞争激烈 为了保持竞争力 大型超市的毛利率 也就是前台利润 一般都不会超过20% 也就够维持经营 后台利润才是超市真正的利润点 但进场费的存在 也使得整个市场变得金型 缺少资本的小品牌 在大型超市渠道上 几乎很难占据话语权 而大品牌可以协品牌升量 缴纳相对较低的进场费 而掌握渠道的超市 则是最强势的一方 即使是宝洁 可口可乐 猛牛这些超级大户 在超市的采购人员面前 也只能伏低作小 这套模式像极了现在的天猫 而把这套吃完甲方吃乙方的商业模式 带到中国并且发扬光大的 正是加勒福 因此这也被称为加勒福模式 第三条战略 那就是轻装上阵 快速扩张 从1999年到2007年 加勒福一共开了81家门店 其中2003年到2006年 每年开店16家 门店数一举突破三位数 此后开店速度更是有增无减 覆盖区域也拓展到了23个省份 加勒福的开店速度如此之快 也在于它采用了一种非常轻的模式 加勒福没有自己的物流与配送中心 完全由供应商配送到门店仓库 也就简化了仓储物流体系的建设 这种轻资产的打法 让加勒福可以低成本 开出一家又一家的门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外资零售品牌里 加勒福的门店数都始终高居第一 这三条战略互为依托 店长负责致下 才能灵活运营门店 收取更多的后台利润 而有了后台利润的保证 加勒福才可以在竞争激烈 盈利艰难的超市行业里 疯狂扩张 意志独秀 无论是盈利能力 规模还是模式的先进性 加勒福都是当时中国超市业最强的存在 在当时各大超市都有加勒福出身 被其他公司高薪挖角的从业者 许多企业甚至让员工 卧底到加勒福学习 所以加勒福也被称为 零售行业的黄埔军校 可以说当时的加勒福 就是中国超市之王 2007年 加勒福中国迎来了一位 新任总裁罗国伟 新官上任自然是带着任务来的 在集团看来 加勒福中国的管理体系过于灵活 以至于产生了很多腐败现象 而且不同的门店经营水平 也相差悬殊 为了统一管理 罗国伟在中国市场 设立了四个大区 每个大区下又设立了城市采购中心 负责与供应商进行谈判 开展促销活动 这相当于把店长所有的权限都收回了 配合收回权利 也大幅削减了人力成本 毕竟如果店长只是工具人 不需要每个月几万的月薪养着 罗国伟提出这个体系 也是为了聚集资源 更好地对供应商压价 压低人力成本 从而带来盈利 但如果放在整个加勒福集团的环境里来看 集团的目的非常明显 盈利上来了 股价就会提高 对背后的财务投资者 就意味着资产升值 这和加勒福当时追求资本回报 弱化业务的逻辑是相通的 但事实却是 这套昏招严重打击了门店的积极性 大量员工选择跳槽 而在一线门店 管理水平也出现了下降 缺货 价钱更换不及时 购物环境舒适度降低等问题连续出现 一时之间 加勒福中国陷入一片内乱 很快 2009年 加勒福营收就被大润发大幅超越 对资本回报的迷恋 还会让加勒福失去更多机会 2011年 沃尔玛开始布局电商 先后收购一号店 入股京东 投资达达到家 2013年 大润发推出了自己的电商平台 飞牛网 可以说 无论成功与否 对手们都看到了 电商才是中国零售的大趋势 只有加勒福一直固执地认为 电商是零售业的一条弯路 直到2015年12月 加勒福中国才开始布局电商 而直到2018年 加勒福网上商城覆盖的城市 也只有18个 错过了电商 是加勒福最知名的战略失误 另一项失误是供应链 前面我们提到 加勒福扩张的能力在于轻资产 不需要配置供应链体系 但随着大卖场的黄金年代过去 各大超市都开始集中力量 建立供应链体系 永辉打造了一条 强大的生鲜供应链 大润发也开始重视 生鲜产地职产 就连同为外企的乌尔玛 都开始建设全国物流中心 和配送仓库 只有加勒福闻思不动 2011年有人问加勒福集团董事长 为什么中国不建立供应链呢 他的回答是 中国的稀税前利润是4% 法国只有1% 为什么法国利润不行 就是因为法国有40个配送中心 而中国没有 简单来说 我们在中国更省钱 但省钱的下场就是 加勒福的供货速度 产品的差异化 开始被对手甩在身后 尤其是生鲜市场 这是最难被网购取代的业务 也是线下零售最稳固的护城河 在这块业务上 大润发和永辉 以及后来的河马 都要远胜过加勒福 而就连卖身 加勒福也没吃到热乎的 2017年 大润发和欧尚 组成的高新零售 伟生阿里巴巴 永辉则是接受了腾讯的入股 而加勒福中国 因为盈利能力 相对集团的其他国际市场 还是强的那么一点 所以直到2019年 才被集团卖掉 而他的下家苏宁 第二年就陷入了流动性危机 在所有需要有所作为的时刻 他选择了保守 选择了低投入 选择了维持现状 而在商业社会 没有什么现状可以永远维持 我们常说资本是贪婪的 马克思说过 如果有50%的利润 资本就会铤而走险 但这句话的另一面 则是资本对风险的厌恶 如果有10%的风险 资本就会按兵不动 任由机会错过 而让加勒福变得如此保守 不敢冒险的 正是他背后 那些只顶着股价和财报的 财务投资者 在他们的短期资产升值面前 企业的长期发展 变得不再重要 所以从来不是消费者 抛弃了加勒福 而是他的所有者 先放弃了他